其實那時候我搬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他們也會問我說 你好奇怪啊 就是那明明是你原本住的地方 住那麼久你會不會覺得捨不得 我說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 我可以搬出去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他們就說 可是你為什麼不叫他們搬出去 然後我說因為我很愛我的小孩 然後我如果搬出去是我一個人 我很簡單可能就是一個皮箱就可以離開 可是如果你們一家三個人 然後要那麼多東西 然後而且我覺得外面的環境 總是沒有像家裡怎麼感覺 那個安全感不一樣 而且再加上我本來就是 我本來就是要搬離那邊 只是我提早一點搬 然後我就說 提早兩年耶 就是捨不得你們啊這樣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說 我自己搬出去是太簡單太輕鬆 愛是助力還是壓力 當愛是助力時 它可以提供支持鼓勵和幫助 使關係中的人們更強大 更自信 更成功 當關係中存在矛盾或不信任時 它帶來的是負擔 緊張和焦慮 導致我們感到沮喪和失望 愛可能就會變成壓力 但不要擔心 只要我們努力建立健康 尊重和平衡的關係 愛就會成為助力 嗨媽 哇 鞋子很美 當然美了 我們不是之前就蠻常一起工作的嗎 每一次看到我們的照片 然後下面都會有人詢問說 欸 怎麼是婆婆不是媽媽這樣 然後就會一連串的開 會有人私訊很多問題 大家最常問我幾個問題就是 我們帶小孩的方式 若不同的話 就是會不會有爭執 不會啊 因為那是你的小孩 又不是我的小孩 我只是幫忙 幹嘛要爭執 就是以你們的需求為主啊 很多媽媽他們就會覺得說 不行 就是 我要干涉你怎麼帶小孩 干涉你怎麼樣 那如果你跟我這樣說 我就會說那你就自己帶啊 對啊 我就這樣想 就不要請別人幫忙啊 我覺得我一開始去你們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你跟閻林森還有多齊 你們三個就是 你們三個好溫柔喔 然後我好像是一個爆衝的 很爆衝的坦克 然後進到一個很溫柔的環境裡面 就自然而然好像也 不會有心防說 沒有辦法一起聊天 然後久了久之 還可以穿條內褲 就走出去聊天 可是就是 但我覺得女生就比較方便 要是 如果我是女兒 然後帶男朋友回來 她穿條內褲走出來 我應該會叫她不要穿 不要不要穿 叫她不要穿 叫她不要穿 叫她不要穿內褲 就他們都會說 知道你人很好 可是 或相處起來 還是不是還會覺得有壓力 或是拘禁 不會嗎 不會 不會 對 不管你是朋友還是什麼關係 可能 你就是對的人吧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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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撩 嚴田森是我從小 帶到大的小孩 我跟他一起生活那麼久 他都不可能 跟我的生活習慣一模一樣 我怎麼可能去要求一個 跟我不同家庭的人 生活習慣一模一樣 我覺得彼此尊重跟包容 然後去理解對方 本來就跟你來自一個不同的家庭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現在人還是蠻本位主義的吧 可能都要學習吧 嗯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子才會往前一點 好啦 如果沒有把愛這件事情傳遞的正確 有時候愛會變成壓力 那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婆媳的相處之道 是你覺得很重要的 我覺得簡單說就是不要委屈自己 然後不要勉強別人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不要委屈自己 然後不要勉強別人 其實那時候我搬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他們也會問我說 欸你好奇怪啊 就是那明明是你原本住的地方 住那麼久你會不會覺得捨不得 我說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 我可以搬出去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他們就說 可是你為什麼不叫他們搬出去 搬出去 然後我說因為我很愛我的小孩 然後我如果搬出去 是我一個人 我很簡單 可能就是一個皮箱就可以離開 可是如果你們一家三個人 然後要那麼多東西 然後而且我覺得外面的環境 總是沒有像家裡這麼溫 這麼感覺 那個安全感不一樣 而且再加上我本來就是 我本來就是要搬離那邊 只是我提早一點搬 然後我就說我 提早兩年欸 就是捨不得你們啊 這樣啊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 我就覺得說 欸我自己搬出去是 太簡單太輕鬆了這樣子 幹嘛啦 我會不會管啊 會覺得很感動啊 你們三個東西有夠多的 對 對啊 那我問一個比較不要臉的 就是 那我做什麼事情 有讓你感覺到 欸很開心 或是充滿愛的感覺嗎 我覺得你 你 你有懂我 就是為你做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嗯 嗯 對啊 那 我覺得我有一件事是 但是我滿在意的就是 我不希望我以一個媳婦 出現在這個家庭裡面 造成你的負擔 比如說像我送你東西啊 我都還是希望你可以真的喜歡 我再給你 就是我不希望讓你感受到 明明是我的愛 可是你卻覺得 喔我其實沒有需要它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壓力 我覺得這也是我想要避免的事情 那是好 展開 威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